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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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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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们的发心来决定 视频道 れ宗盛 比如说三个人 我们举个例子 三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佛像 然后这三个人呢 同样的一个公品 比如说一个鲜花 或者是一盏灯 就供养给这个同样的佛 那么三个人的这个功德 他们的结果 就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 同样的佛 同样的公品 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同样的佛 同样的这个公品 但是呢 不同 不一样的发心 不一样的发心 因为是不一样的发心 所以是不一样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人呢 他为了健康长寿 下以时 能够能够活得人与天人的这个国报 为了这样功夫 另外一个呢 为了下以时能够活得阿罗汉 也就是说 为了解决个人的圣老宾思的痛苦 就是为了这样子 他没有想终生 他没有去想扑独终生 利益终生 他就想解决自己的烦恼 就是为了这个 拱这个同样的华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是为了 读化天下所有的众生 为了度众生 他想成佛 为了成佛 就拱这盏灯 或者是这朵华 那么三个人 同样的 他们做的事情 都是完全是一样的 完全是一样 但是因为他们的发心不一样 第一个人的功德叫做人天成 第二个人的功德叫做小成佛教 第三个人的功德才叫做大成佛教 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 我们比如说我们功德的大小 不一定 不一定我们 比如说公平 比如说我们捐钱 修苗 方生 公生 那这个功德 是不是 以这个金钱的多少 来衡量 不一定的 当然 同样的这个发心上 如果这付出的话 那付出的越多 功德越大 是这样子 同样的这个发心上 如果发心不一样的话 那就是 这功德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 学佛 学了一辈子 但是呢 学佛的方法 我们不懂 这样子的话呢 有可能 我们的所谓的 学佛呢 只是 只是一个 仁天福宝而已 一个仁天福宝 也就是说 只能让我们 在这一生当中 健康 长熟 下意识 可以 可以在此的 可以做人 做天人 但是做人 做天人 当然 比 多地狱 比多出生好 但是呢 还没有解决 生老病死的问题 还是是轮回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的心山 是不是很理想的 所以 我们每次都要给大家提醒 一定要大家发菩提心 但是这个菩提心呢 提心就能够发菩提心吗 不是 发菩提心呢 需要 需要修 需要修心 才能够有菩提心 我们平时不修行 然后呢 让大家发菩提心 大家就能发菩提心吗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了 菩提心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平时 比如说 有一点点 好心 我们以为说是 这个是菩萨心 菩提心 不是 然后我们 有一点点慈悲心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菩萨心 说当然可以这么说 我们赞叹 你是菩萨呀 菩萨行为呀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不是菩提心 我们不要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一个无取 就是我们有回无解 我们有一点慈悲心 就是菩提心 就存好心 这个是菩提心 其实不是 还有这个中间 还有很大的拘力 所以呢 希望大家 进一步的去了解 菩提心 然后菩提心的修法 然后呢 每天 安排一点点的时间 去修 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的功德呢 比如说我们修菩提心 修五分钟 无分钟的这个功德 就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 为了自己的健康长手 烧香拜佛一辈子的功德 超过这个功德 所以学法 心善也得有方法 有方法 没有方法的话 虽然是有功德 但是呢 功德也有大效啊 所以希望大家 发菩提心 那么 什么叫做菩提心呢 菩提心就是说 我们简单的说 首先 我们发慈悲心 然后 有了慈悲心以后呢 我们 源于 这个利益终生 源于利益终生 把这个菩提心啊 我们一般的菩提心 都达不到这种程度啊 我们把这个菩提心啊 本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有这个慈悲心 把这个慈悲心 修啊 通过这个训练的方法 去训练 提升 提升啊 就是提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然后 我们 源于 去利益终生 啊 度化终生 源于啊 现在我们不愿意的 现在我们呢 愿意为了自己 我们现在呢 就是愿意为了自己的 这个 解脱 我们愿意付出 但是呢 为了终生 还是很难的 我们永远都把自己的事情呢 作为头当大事 所以要训练 训练了以后呢 才能够发菩提心 要训练慈悲心 有了慈悲心的时候呢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 我一定要去度终生 我一定要让天下所有的终生 成佛 就会有这种 这个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涌起 有这样子的想法 这时候呢 我们想 那我想度一切终生 怎么去度呢 方法什么呢 我目前我自己也没有成佛 怎么度终生 这时候我们会想 会想 那么我要度终生的话 首先 我有这个能力 才能够度 没有能力 那我只是想想而已 那我能力从哪里来呢 那先我自己修行呢 我先成佛呀 成了佛以后 我才有能力 所以我要去修行 大作 这样子叫做菩提心 这个就是菩提心 第一个 想度一切终生 这是它的终极的目标 然后为了 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的目标 然后我要成佛 告诉大家啊 成佛 不是达成佛教的最终极的目标 不是 那除了佛上面还有是不是更高的境界 没有 除了佛 佛的境界是最高 没有更高的境界 那么没有更高境界 那为什么不是终极目标呢 这个不是终极目标 终极的目标 是度一切终生 但是度终生 必须要成佛 成了佛才能够度 如果大成佛教 他除了成佛以外 还有像成佛一样的 或者比成佛更有力量的 这样子的度终生的方法的话 那么大成佛教 他不一定想成佛 所以大家必须要明白 利益终生是最终极的目标 然后成佛就是他的方法 成佛就是他的方法 我成了佛以后才利益终生 这个并不是说 因为佛是很伟大 佛很光荣 佛就是一个很幸福很开心的人 他没有生老病 所以我要成佛 这个不叫大成佛教 这个不是 这还是一个自私自利 所以这不叫菩提心 这个就不叫菩提心了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比如说 我要去帮助人 我要去当义工 台湾 大家都很喜欢当义工的 我要去当义工 我要去帮助人 这个叫做好心 好心 然后是不是慈悲心 还不知道 如果我为什么要去当义工呢 因为我当了义工呢 我能够坚弃他们的痛苦 我希望他们没有痛苦 所以我要去当义工 好 那这样子就是 这个 这个就是好心 再加慈悲心 悲心 好心 加悲心 是不是菩提心呢 还不是菩提心 所以好心 好心 慈悲心 菩提心 这个有一定的层次 我们现在 这个人间佛教啊 等等 这些佛教 推广的比较多了以后呢 在这个中间 我们有可能失去了 真正的佛的精化 所以我们要 需要有好心 需要有慈悲心 需要当义工 这些都需要 这都很好的 我们参加 尽量的去参加 慈善 公仪 这样子的活动 这都很需要 很需要 但是呢 佛教 它不仅仅是这一点 这个征服也可以做 这个外道也可以做 这个我们世间的 这些有钱人 他也可以做 大家都可以做 但是呢 成佛 那谁都没有办法 只有佛才有这种办法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核心 佛教的核心的价值 就是 能让我们一个这样子的 普通的人 又这么烦恼 充充的人 通过这种方法 成佛了 这就是他的核心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把这个核心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 其次是什么 这个要分清楚 所以我们 首先 请大家发布提心 接下来 我们讲今天的这个壳 那么今天的这个壳的题目呢 超越 摩尼死亡 超越神思 就是这样子 摩尼死亡 超越生死 超越神思 这个是我们 不管是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 先宗 密宗 所有的佛教 他的最 七码的这个要求 除了人天诚以外 最 所有的这些解脱道 他们的最 七码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要超越 超越神思 如果不超越神思 不超越神思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都 就是不能解脱 不能解脱 如果不解脱 那么我们在 这个轮回当中 再有钱 身体再健康 再怎么样 也就是 短暂 短暂 暂时而已 暂时而已 这个 所以它有变化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 最好的办法 不是一个 我们利益终生 那么 比如说给他们钱 给他们解决 生活上的问题 还有就是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帮助 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 是六菠萝米当中的 其中一个 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 这个 从长远的角度来讲 不能给他解决 太多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今天 就 在贫穷的地方 我们给每一个人 给一百万 每个人一百万 每个人一百万 那么 这个一百万 帮助他了 还是害他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 他把这个一百万 拿去干什么 就不知道 所以 这个 是我们 比如说 好心地去做 但是这个结果呢 就不一定 就不一定 我们所想象的一样 所以 要利益终生的话 最终极的 利益方法 最可靠的 利益终生的方法 那就是让他们解脱 这才是真正的利益终生 所以呢 佛 他也提倡 他也提倡 我们的这些人间 人间的这些慈善 公义 这我们佛教徒 要积极地投入 要去做 但是同时 我们不要忘了 佛教里面的核心的东西呢 还是另外一个 就别忘了 所以我们要超越 这个核心的 这个 价值 核心的思想 当中 那么 最起码最起码的 这个条件 最低的贤都 就是要 超越生死 超越 如果不超越生死 那我们刚才讲的 自己 也得不到 真正的 快乐 心腹 离以终生 也离不了什么 所以呢 就是要想办法 超越 轮回 超越 生死 今天 对我们来说 这个要求 有点高 这个要求 有点高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有 高标准的要求 这样子 才能够有结果 才能够有结果 我们 世俗 在时间 大家也讲 有多大的心 能做多大的 是 其实这个话 是对的 所以我们 要成佛 利益终生 这些话 从我们 我们今天的 站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角度去看 那我们每个个都是 都是反复 我们自己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 这个 离我们有很大的距离 但是 不会走 这个不会永远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还是要有 比较 这个 比较 高标准的 目标 这样子才会 这个我们修心 会更伟大 福报更大 然后修心的进步 会更高 一开始的时候呢 为了健康 为了长寿 这样子 就是这个 这个 目标 目标 舍得太 太低了 所以这样子的学佛 没有太大的 这个结果 所以 我们要 超越生死 这是大乘 小乘 宪宗 密宗 都在讲 超越生死 超越生死的方法呢 小乘佛教 有小乘佛教的 超越生死的方法 称为阿罗汉 就是超越生死了 大乘佛教的 宪宗 有宪宗的 超越生死的方法 密宗呢 也有密宗的 超越生死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讲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超越生死是我们的目标 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达到这个目标呢 那就是 模拟死亡 模拟死亡 模拟死亡的这种方法呢 只有密法里面才有 密宗里面有这样子的方法 小乘佛教里面 也没有模拟死亡的方法 还有 打乘佛教的宪宗里面呢 也没有 没有模拟死亡的方法 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修法 密宗里面有 那么密宗的什么样的修法里面有呢 就是 中阴解脱 中阴解脱里面 就有这样子的这个 有这样子的方法 所以我们 应该学一学这个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面对死亡 是必然的 面对死亡是必然的 然后我们 为了 太多太多的这些 世俗的 这些事情 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做很多的准备 每个人都想当我老的时候 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当我什么什么的时候 要怎么样 当我生病的时候 又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做太多太多的准备 但是呢 有没有这一天 都是不好说 这个都不是必然的 都是不是必然的 必然的 唯一的一个必然 就是我们所有人 要去面对死亡 这个就是前真 完全的唯一一个 必然的 那么必然要面对的事情上 我们不做任何的准备 不一定要面对的 这些事情上面 那我们做太多太多的准备 买太多的保鲜 太多的保鲜 七扯的保鲜 人手保鲜 这个保鲜 那个保鲜特别的多 但是这些保鲜也许这个签 我们摆脚了 也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但是死亡 那就完全不是了 如果死亡 可以卖一个保鲜的话 那么这肯定是保鲜公司 他不会买的这样子的保鲜 为什么呢 这肯定要赔的 到时候 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所以他不做这个亏奔的生意 所以我们 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必然的 一定的 那么我们不一定的 偶然的 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愿意做这么多的准备 这样子的话 那么必然要面对的 这些问题上面 为什么不做准备 这不就是我们很优质吗 不是我们 不就是我们很愚蠢吗 所以这要做一点点准备 那么做什么准备 买什么保鲜 这个保鲜 我们从佛教里面去买这个保鲜 不是用钱去买 而是用我们的智慧去买 用我们的智慧 用我们的禅丁去买这个保鲜 这个不是我们拿钱去买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 密宗里面有一个特别的 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这个就叫做模拟死亡 模拟死亡 模拟死亡 这个这句话 佛教里面没有的 这样子的词汇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词汇呢 为了大家方便了解 就是我们想出来的一个题目 就是为了模拟 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呀 这样子 我们去模拟一下死亡 那么怎么样模拟呢 大家都怀疑 怎么去模拟死亡呢 不就是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去模拟死亡 那死了怎么办 回不来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每个国家都去军事沿袭 这个沿袭呢 它不是打仗 它为了打仗 就像我们去模拟死亡 也就是为了 面对死亡的时候 超越它 超越它 必须要战胜死亡 所以我们要去模拟 那为什么要模拟呢 因为我们要了解 它的整个的过程 我们目前 大家都不了解 死亡是什么 我们都不了解的 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但是呢 都不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太多太多的 就这么极切念的历史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说法 有太多太多的观点 但是这些观点里面 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也就不知道 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 死亡这两个字 很恐怖 很害怕 这样子 那么 死亡本身 我第一句话要告诉大家 死亡本身 不是很害怕 死亡是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恐怖的 非常害怕的东西呢 一个过程呢 还是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 求之不得的 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呢 到底是什么 还是以我们来决定 不是以死亡来决定 是以我们来决定 我们可以把死亡 变成一个特别特别空谱的 特别空谱的 也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特别有勇的 特别有勇的 特别有价值的 这个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可以安排的 什么样的情况下 它变成一个很空谱的呢 比如说我们杀到淫王 不修行 不模拟死亡 不了解死亡 这样子 那死亡就是特别特别恐怖的 为什么呢 死亡本身不恐怖 但是死了以后就很恐怖的 所以就是 这个事还是要靠我们 然后另外一个 死亡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不但是 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也可以 也会变成这样子 死亡也可以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 模拟的方法去了解 它的整个的过程 掌握好它的整个的过程 因为我们现在 很害怕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不了解它的过程 它的过程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 所以第一个不了解 那么不了解的话呢 我们现在要去了解 怎么样去了解呢 就去摸拟 摸拟才知道 就像军事沿洗一样 我们摸拟死亡 就知道它的整个的过程 然后整个的过程 了解了解 了解好了以后呢 然后我们好操作 好操作 可以超越它 这个过程不了解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超越 如果这样子 我们去摸拟死亡 然后呢 把这个全部的过程 了解得很清楚 然后再去学 超越它的方法 这样子的话 那么对这个人来说 死亡 它不但是不是很恐惧的事情 而且 提升自己的修心的层次 层次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样子的 所以小城佛教 南川佛教的阿罗汉里面呢 有中阴解脱 有中阴解脱 它就在中阴神的时候 就成为阿罗汉 它活着的时候呢 还不是阿罗汉 但是呢 死了以后 就在这个中阴神的时候 可以阿罗汉 然后藏川佛教的密宗里面呢 也就是这个中阴神的时候 就成佛了 不是阿罗汉 可以成佛 这两个都是可以的 所以死亡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很恐惧 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 还是我们自己决定 自己决定 它本身不是那么恐怖的 只是我们自己不了解的时候 大家都很害怕 这样子 那么这个死亡呢 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生命旅途的 最后的一个战 最后一个战 最后一个战呢 也就是下一个战的开始了 我们以为都结束了 都结束了 我们以为都结束了 这就是终点战 但是这个终点战呢 下一次的生命旅程来说 就是出发点 这个终点战就是出发点 出发点就是终点战 这样子的 所以又开始了一个新的 生命的旅程 不是所有都结束了 又开始新的一个旅程 所以在这个中间 有一个这么一个 走其心的生命的活动 它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动而已 它根本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它就是一个生命的活动 而且它是一个走其心的 为什么说走其心呢 没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发生一次 然后又没过一段时间 就发生一次 所以它就是一个 走其心的生命的活动 大家不要认为 它是生命的结束 它是生命的活动而已 活动一个特殊的活动 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 有自然的活动 有人为的活动 那么死亡呢 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活动 它到这个时候呢 它一定会发生一个 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呢 它只不过就是生命的一个特殊的活动 生命还在 什么都没有结束 在都在 就像我们无理学当中 讲这个物质不灭 物质不灭的意思 比如说这朵花 在今天我们的眼前 它以它的构成这朵花的原子分子 这些一朵黄色的叶子 这样子的花的形式 在我们的眼前出现 但是这些 它的这个构成 它的这个成分 这些原子和分子呢 有可能五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 有可能另外一个植物 另外一个植物 就像一个蔬菜呀 水果呀 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 出现过我们的眼前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 就是一朵花 但是它的结构 它的这些 构成它的这些成分 曾经我们也看到过 但是曾经看到的时候 不一定是一朵花 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然后呢 这朵花三天以后就不存在了 然后它的 但是它的原子分子还存在 那么两年以后呢 构成它的原子和分子呢 有可能 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物质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们的心是不一样 但是它们的本质一样 但是我们永远看到的 就是当下 过去的我们没有看到 未来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不会说 它没有过去 它没有未来 我们会说物质不灭 它有过去又未来 生命也是这样子 生命 今天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人的形象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有可能三百年前 有可能一只老虎 或者是一只猴子的形式 出现过我们的这个眼前 然后呢 有可能在过几百年以后呢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是有可能是一个动物 有可能是一个其他的生命的形式 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但是我们永远看到的 就是当下 过去是什么样的形式出现过 不知道 未来什么样的出现 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不说生命不灭 我们只说物质不灭 但是理论都是 原理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还没有看到 过去的生命和未来的生命而已 实际上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我们的死亡 我们怎么样去 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去 怎么样去 这个认识它呢 那么它就是一个 一个生命的活动 它不是生命的结束 就是一个不同的形式 这样子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就先了解 了解了以后 我们这一辈子当中 要搭坐 要搭坐 最好最好的方法 大家修 这个大家修 斯加心 吴加心 如果是修藏传佛教的话 就把这些修完 修完了以后呢 这个藏传佛教的每一个脚牌 都有这个中阴的修法 都有中阴的修法 这个中阴的修法里面呢 都有这种中阴的模拟的方法 死亡的模拟的方法 都有的 都有的 我今天准备给大家讲的呢 是其中一个最简单 最简单 我们大家都如果想涌的话 随时随地都涌得上的 一个很简单的模拟的方法 我是首先第一步我们 可以介绍一下这个方法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 其他的呢 稍微比较深层次的 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 也有很多这样子的 模拟的方法 我今天讲的呢 就是在整个这个死亡的过程当中 就模拟他的一部分而已 模拟他的一部分而已 其他都不是 其实实际上也不是真实的模拟 真正的死亡的模拟是他 从头到尾都是可以模拟的 然后就完全可以超越他 那么这个模拟的这个 模拟死亡的这个修法 修心叫做 在密法里面呢 它叫什么呢 它叫圣远次第 圣远次第 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圆满次第 生起次第和圆满次第 然后这个圣远次第 它是跟这个 跟这个死亡的这个方法 跟这死亡和完全是 每一个阶段 都是有对应的 对应的方法去修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梦瑜伽 梦瑜伽 梦瑜伽 藏传佛教的密宗的梦瑜伽 比较出名的 比较出名的 因为这个西方心理学 它也非常的关注人的梦 但是呢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很好的 研究的这个工具 或者方法 因为藏传佛教里面 讲的比较多 所以呢 所以就比较出名 这个梦瑜伽 我想你们大家也知道 那么梦瑜伽 它是一个 一个完整的这个修法 这个就是来 模拟死亡的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首先 给大家 介绍一下 首先 死亡的时候 就发生什么了 先告诉大家 死亡到底发生什么 死亡的本质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这样子讲 佛教的心理学 或者是佛教里面讲 不管是密宗 或者是先宗 比如说先宗的威食宗 威食宗 就是这个 汉传佛教 比较注重 威食宗 因为唐 选择法师 是比较 这个 比较忠实 忠实这个威食宗啊 所以汉传佛教 一直都在比较忠实 比如说 威食宗里面讲 威食宗和密宗里面讲 人的精神 分八个层次 分八个层次 这个叫做霸食 霸食人时的事 意识的事 人的意识的是霸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么霸食是什么 我们的识觉 听觉 修觉 出觉 意识 就是这些无中干管 无中干管 无中干管 当我们的眼睛 看到一个 感受到 外在的这个世界 叫做视觉 时 就是我们看到了 觉 这个里面都有一个 觉这个字 觉 是干手 凡是干手 都是精神的书信 这个木头呢 它不能 这个上面不能用觉 这个字 不能用觉这个字 它没有觉悟 它没有觉受 它没有干受 所以这些东西上面 不能用觉 这个字 凡是用觉 这个字 就是一个精神的书信 它的书信 就是精神 觉 就是精神的特征 特性 所以 视觉是什么意思 看到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的 实际上是我们的 这个精神 它在干手 它在干手 这个光 我们的精神 感受到这个光 叫做视觉 听觉 我们的精神 通过我们的耳朵的 这个结构 耳末的震动 然后呢 它就感受到声音 声音 人的这个声波 通过空气 穿到耳朵里面 然后震动了耳末以后呢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精神 就感受到了这个 声音 这叫做 这个叫做停觉 然后朽觉 也是这样子 比如说一个烂掉的苹果 它就发出了一个愁温 然后这个 这个空气 进入了我们的 这个鼻子 这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个鼻子的结构 然后我们的精神 就感受到了 这个味道 所以就是 愁啊 香啊 等等 这个叫做 修觉 也是一个觉 感受 那么这个 眼耳必色 神 还有 低流 仪式 这个就是 流个层次 然后第七呢 就是我指 第八 叫做这个 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是我们的 最最最基本的 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 这个 精神 就像 阿赖耶识 那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 我们把 这个海狼 做比喻的话 海狼 大海 就是这个海狼啊 有三米五米 这样这么高的时候 这个 海狼 是这个 海敌 海敌是 如如不动 然后呢 海绵上呢 有三四五米的 这个 这个 波涛 海狼 这时候呢 我们的 咽而 鼻色 神 就像这个 海狼一样 然后 它的海敌 是不动的 这个 海敌 是我们的 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呢 它是 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从阿赖耶识当中呢 产生了这个 实觉啊 听觉啊 修觉啊 初觉啊 经常都是这样 他们去 去干涉外面的东西 他们干涉外面的东西 干涉了以后呢 因为我们的意识跟 其实这个 实觉 修觉 都是 其实是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们的 眼睛 感受到的时候呢 实觉 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的意识 马上就知道 我看到一个 黄色的 蓝色的 绿色的 他马上就知道 为什么知道呢 其实他们都是 一个东西了 一个东西 所以 比如说 我们一个人 手 感受到 脚 感受到 比如说 我们手 感受到 很冷 脚 感受到 很热 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人 同时 马上就知道 冷和热 为什么呢 因为是一个人的 手和脚 所以他知道 同样的我们的 实觉 看到 听觉 听到的时候呢 我们意识 就马上知道了 意识 为什么呢 因为意识 跟他们实际上是 功能不一样 东西都是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 本质 所以 就是实际上 他们是一体的 那 这个跟死亡 有什么关系呢 我要说的是什么 死亡到底 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 言耳 逼身 全部 停止工作 停止工作 也就是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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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觉 没有 听觉 没有 修觉 这些都没有 都是 回归了 都 都回归了 都回归 然后 衣食 衣食 也就回归了 衣食 也就不存在 衣食 也不存在 然后 最后 最最最最最后 剩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阿赖耶士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 海绵上 没有缝的时候 一样 这个时候 只有一个如如不懂的 一个最低层的 这个精神 他在 他在 但是呢 他 外面 我们是看不到的 他是存在的 实际上 因为 我们的 眼耳必死身 然后呢 这个 衣食 他不工作了 他暂时 不工作 这个就叫做 昏迷 昏迷和 深度的睡眠 这个时候 有心脏的 调动 血液的 循环 都有了 然后呢 对这个身体来说 他永久都不工作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 死亡 这个叫做 死亡 其实本质上 就是这些都归零了 那现在存在的什么 就是阿赖耶士 他存在了 其他都 不存在 但是 除了阿赖耶士 以外 我们的 衣食 这个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 我们睡眠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人 昏迷的时候呢 衣食 衣食的 判断 分析的 这个衣食 不存在 但是呢 另外的 衣食的一部分 它还存在 所以 人还可以活回来 可以呼活 还没有死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阿赖耶士以外 这个衣食 全部不存在了 死亡的时候 所以没有办法回来了 没有办法回来 但是呢 阿赖耶士 最低层还在 这个叫做死亡 告诉大家 死亡发生了什么呢 就是这些归零了 只有最基本 最最最底的 最基层的 这个精神在 其他都不在了 这叫做死亡 这个叫做死亡 那这个时候 我们对人的 我们人的感受 感受是什么样子呢 有三个阶段 有三个阶段 人死亡的时候 在正常的情况下 死亡的时候呢 他开始慢慢的 眼耳鼻舌声 不工作的时候 就很明显的 慢慢开始停止了 然后完全停了以后呢 人就会进入 一个昏迷的状态 就像我们的神怒的睡眠 昏迷的状态 是一样的 就进入一个 这样子的昏迷状态当中 这个叫做死亡 其实我刚才讲的 死亡它本身 没有什么可怕的 反正比如说 我们生病的时候 反正这个身体 很痛的时候呢 肯定是还没有死了 有疼痛的时候 当然是没有死啊 然后死了以后呢 这些所有的这些 精神上的这些 不愉快的这些感受 肉体上的这些疼痛 全部消失了 全部一下子就消失了 然后消失了以后呢 进入了一个 昏迷的状态 昏迷的状态 就人就失去直觉 昏迷状态 那这个昏迷状态当中 有些是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有些是一天 这不一样的 停留这么长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阶段呢 从这个昏迷的当中 它就会出来的 新过来的 新过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它有另外一个身体了 这个时候不需要靠我们这个身体啊 这个身体有可能人拿去已经处理了 已经在火葬场里面变成 骨灰了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时候它有另外一个身体 用佛教的话来讲 这个叫做医生 医师的医 医师的医 医师创造出来的一个身体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 我们也感觉到有一个身体啊 就是类似于这种身体 这个身体的名字叫做医生 医生 有一个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身体 有这样子的身体了 那么有了这个身体的时候呢 这个身体的它的感官啊 都是齐全的 它没有瞎子 没有笼子 就没有这样子的 它的感官都是很完善的 这样子的一个医生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它可以看到这个 周边的一切 它能看得到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啊 不知道自己死了 这个时候呢 它觉得还没有死 还没有死 然后它可以看到 这个家里的人啊 他们就是为他 苦啊 老 他都看得到 看到的时候呢 它以为它还没有死 所以它就抛到 它的亲戚朋友的跟前 去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为我担忧啊 我好好的 我在这里 但是他们听不见 他们听不见 然后他 他就 比如说他有父母的话 父母亲人 每一个人的跟前去说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理他了 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 他开始怀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开始怀疑 怀疑的时候呢 他去看水缸 水缸里面 然后看不到他的 棉部的这个 头鹰他看不见 然后他更加的怀疑 然后他就在阳光 月光下去看 他看不到他人的 身体的黑鹰 然后他就特别的着急了 然后他到雪堤和沙滩上去 叫去踩 没有他的脚音 这个时候呢 他就彻底的发现 他死了 他死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这个世界 整个世界都是很平静的 虽然是人死了 但是呢 时间 他看到的世界 跟他火的时候 是完全是一样的 他都看到 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跟现实生活一样 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他不知道他死了 那这个时候 当他知道自己死了的时候呢 然后他会恐惧 恐惧的时候 然后马上就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 非常非常恐怖的这些 景象 恐怖的声音 恐怖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 这个恐怖的现象 这个我们现在去训练 就是要模拟这些东西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不知道这些声音 从哪里来的 然后他又不知道 这些恐怖的景象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以为是一个 外在的东西 他把这些东西 都当作一个外在的东西 然后特别的恐惧 就跑 逃跑 然后就特别的哭 这叫做中阴声 然后就后面的 这些东西都会出现 有些时候呢 整个的世界 所有的颜色都变成 同红同红的 都是红色的颜色 有些时候呢 整个世界的这个田地 都是变成漆黑漆黑的 有些时候呢 都是雪白雪白的 但他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这样子呢 实际上这时候呢 因为人他离开了这个柔体的时候啊 因为人的内在的这个身体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的眼睛 看到的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花 就是比较可爱的 漂亮的 好的 我们都看到的 但脱离了这个以后呢 然后他另外一个感官 他开始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主要是我们刚才讲的 为什么整个世界是变红的呢 那是因为他的贪心 因为他的贪心 外面的东西都变成红色 然后为什么看到整个世界是黑色 因为他的痴 贪嗔痴 五明 五明的作用 有些时候他看到都是黑的 然后有些时候 他为什么都看到是雪白的呢 就是因为他的嗔痴心 整个世界变成这样子 然后也有叫做六不丁 不丁就是身体啊 像桌 他一分钟都待不了的 就像我们有些人 现在不想待在家里面 很肤躁的人啊 不想在家里待 一个小时都不想待 经常到外面去跑 玩 这种人一样 他一分钟都待不下来 就是要这个身体不自由 就像一股风一样 身体像珠下来的地方 走不了 就是要走 等等 这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 一知道他死了 那么立即就这些空谱的金像 马上就会出现的 出现 然后再往后面呢 然后就有更多的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讲了 如果以后感兴趣呢 我们可以去了解西藏读网经 里面讲得特别特别的清楚的 然后就有更多更多的空谱的东西都出来的 这个阶段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中阴神 中阴神 中阴神 这个韩语里面呢 用中阴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好 中是前面和后面 前面的身体没有 后面的身体还没有出来 这中间 这中间